国内年度钢球胜会 群白摇摇LPGA台湾锦标赛 上个周末在桃园大西球场圆满落幕 不同于往年强风加上绵绵细雨 今年包括职业业余配对赛 以及四天的赛事 都在老天赏脸的好天气中进行 也因为天空作美 总计是以超过五万六千名球迷竞场关赛 在粉丝助阵之下 女将们也挥出好成绩 第九好手徐维林在前三轮打完 以九个under独居领先 可惜最后一回合被美国好手Colda逆转 这是她生涯LPGA的第一座冠军 除了24岁徐维林的好表现 而011年首接赛事的冠军得主曾雅妮 以及现任世界球后普陈逊 台湾一姐卢晓晴也是媒体成名的最爱 显示这场女帝对决不单单是球技过招 更是球星个人魅力展现的舞台 而成功的赛事除了选手版身技术 和天气条件加分之外 大会的规划同样重要 第二回合的赛事结束之后 主办单位举办了台湾之夜 除了外国选手最爱的珍珠奶茶 包括夜市必吃的烤香肠 烤玉米 捞肉本 挂包等等 宝岛料理 统统可以在球场上享用 总奖金高达220万美元的2018 群伴遥遥LPGA 台湾锦标赛 通过世界级的领向对决 说高球铁粉把握机会近距离追星 以期待能够获得更多民众的关爱眼神 试着从这场美丽的对决开始接触 别再把高尔夫球当作比较遥远 难以接近的运动项目 本来提醒我黄卫红 华君 综合报道